那我当时 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看到那个画面 我能受得了吗 你没有提前告诉我 什么画面 就是 他当时是有扶着一个女孩子的 怎么扶着 就是喝酒了嘛 就参扶着那女孩子 是搀扶还是搂抱 搀扶我也受不了 行 然后呢就闹 当然他就过急嘛 过生气 他就说为什么呀 为什么和那两个女孩一块回来 那室友去哪了 我当时和他解释 我说我室友喝多了 他说那其他男孩子呢 因为他们都提前走的嘛 对那你咋不提前走 因为我当时想多玩一会儿 想跟谁多玩一会儿 和他们一起多玩一会儿 那不就剩俩女的了吗 不就想跟你俩女的一起多玩吗 是这么想的吧 你那逻辑我们都懂 你为啥老想多玩呢 你不知道我在那儿等你吗 眼泪都哭干了 等你回来 你跟别人玩 是这么想的吧 那结论是啥呀 眼泪都哭干了 他还愿意跟别人玩 你得出来的结论是啥呀 我 我问女生一个问题啊 你没有朋友圈子吗 我有的 那你为什么不跟你的朋友 在一起呢 其实我俩没在一块儿的时候 我自己身边 包括就是同性啊 异性朋友都挺多的 挺好啊 自从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他就觉得跟他在一起之后 为什么还要跟别的男孩子 走那么近 嗯 其实到后面 就是已经真的 没怎么在一块儿了 哦 所以女生给到的逻辑是 我是有很多好朋友的 你控制我 我已经为这个爱情 放弃了一切 为什么你不可以 是这意思 为啥你不可以 人家可以 因为他那个朋友 有追求过他 我那个朋友 没有追求过我 你那个朋友 没有追求过你 那那个学长总有吧 那个学长总有追求过你吧 那个学长 当时我大一刚进来的时候 他帮我挺多的 还会问我要不要兼职嘛 那我大一刚进来的时候 什么都不懂 然后我就想 学长挺帮我的 我就想跟他一块儿去兼职 然后那个学长 后面确实有跟我表白 然后我也明确地拒绝了 他也知道 然后他就很介意 就这个事情我也没办法 我不能说因为他 然后我就跟人家闹翻脸 这样也不好 我是很介意 可是那个学长 帮了我很多呀 是他帮你很多 但是他在知道 你有对象的前提下 一而再而三地向你表白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这是对我一种威胁 它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对我来说 所以说我就想让他去 把和他这个学长 断干净联系 所以你们俩好像都觉得 彼此还有一颗躁动的心 是这意思吧 男生是觉得他的心没定 对吧 对 女生也觉得男生的心没定 是吧 我就是觉得 他为什么老是这样质疑我 行 什么时候毕业你们 我马上毕业了 你呢 还有两年 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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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